地处松花江畔的冰城哈尔滨 冬季最低温度可达零下40摄氏度 泼水成冰 喝气成霜 却不乏不惧寒冷的勇敢者 哈尔滨 冬勇群体超过500人 他们自发地分成了若干小队 坚持每天下水 彼此也要竞争 冬日早晨七点 仍处于一天中最冷的时段 松花江畔的冬永池 却早已人声鼎沸 冬永爱好者们聚集于此 破冰开池 在冰茶里畅游 用这种不可思议的方式 叫醒自己的身体和灵魂 这个游池今年开得晚 每年这个时间已经做完了 全国的冬永爱好者 到这个池子体验并生冬永的人 很多很多的 哈尔滨冬永是中国冬永的发源地 但是由于孙永的人 就成为真正的冬永人 每年十二月份 松花江开始风洞 冬永的人们必须在冰面上 人工开造出一个 泳池大小的洞口 零下三十几摄氏度的低温 使得泳池每天都会结上 一层二十公分厚的冰壳 因此每天清晨 去除这层冰壳 成为了冬永人的热身运动 冰水不仅仅考验勇气 更需要科学的方法 冬永队员为了抵御寒冷 有着自己的独有秘方 每天早上六点钟 我起床 去熬这个 不管它情谨叫冬永口福叶 它的药效能是 挺快速地去除疲劳 恢复体力地走 就开始走这种 据说冬永起源于俄罗斯人的冰上洗礼 每年一月中旬 很多人都会跳入冰窟窿中游泳 以此来刺激肾上腺素分泌 让自己拥有一颗勇敢的心 能在北半球高维度地区 天寒地冻的环境中生存下来 热爱冬永的人们 身上其实也流淌的另一条 从来不会风冻的大河 那就是涌动的热血 与奔放的豪情 大江风动 沿东如约而至 与此同时 松花江沿岸城市的狂欢季节正式开启 松花江沿途大小城市 几乎都有不同名称的冰雪乐园 酷寒被松花江人 用乐观和智慧 逆转成冰雪中的热烈与欢腾 每年十二月 是松花江上踩冰人最忙的时候 一座美轮美奂的冰雪大世界 是一支两千多人构成的彩冰队伍 用近二十万立方米冰块搭建而成 这一年冬季的气温明显高于往年 彩冰时间有些滞后 终于等到气温骤降 冰层厚度很快增加到三十公分 彩冰行动迅速展开 丰冻的江面上 电源锯刻下纵横交错的基线 电锯并不完全穿透冰层 只滑到所需深度的一半 另一半有人工极端 谢春生踩冰已经三十年了 人们都尊称他一声谢老大 三十年行业深耕 让他拥有了三支专业的踩冰队伍 对这一行的辛苦 他感触颇深 冰雪大世界对冰块的品质要求很高 踩冰区要选择在江水足够深的区域 只有流动的江水被冷冻后才能保证冰块清澈透明 踩冰历是二十天 踩冰队员每天干满十二个小时 每人可以出冰两百块 冰雪大世界的规模和设计难度在逐年增加 仅靠人工踩冰已无法满足需求 谢春生带领铜板试制出了一台踩冰机 在节省部分人力的情况下 还可以增加出冰的数量 马长龙是谢春生多年的朋友 也是同行 他闻讯赶来学艺 干嘛 这玩意挺到位 对 你要整个机器 这玩意是真情的 要我这五月早晚就做了 第一个也是没时间 第二个原因在哪 第二个原因在哪 我就看这个好不好使 你要做这机器成功了 你要他们使 还是咱们合适 制作一台机器 当年只能收回成本 但是踩冰机能年年使用 这样盘算下来还是值得的 这会儿有麻草了 上里边 上里边吧 少喝 少喝 说得喝太多了 少喝点 肉身得了 下来喝 压一勾 就这个 我请不吝点赞 第一次与这座城里最大规模的冰雪作品相遇 人们初次看到冰灯时那种欣喜的表情 至今留在张永斌的记忆里历久迷心 我从1963年参加了筹备第一届冰灯游元会 赵磊公园花卉般冻出了一千多个冰灯 前门摆上了许多冰花 把鱼类花卉冻在里面 这样就在正月十五对外散出 这个消息当时就轰动了哈尔滨 参观的人很多 七八条街吧全是人 后院入场的时候呢 公园的三个大门全开 也不收票了 不少人呢把鞋挤丢了 帽子也挤丢了 第二天在清理公园的时候 光鞋就捡了两大筐 半年奔涌 半年风动 松花将在冻与静之间循环往复 人们与冰雪相遇 从冰雪的层层覆盖风存之下 谋求生存的全部可能 人们与冰雪相识 从冰雪的步步紧逼对峙之下 探寻生活的所有美妙 人们与冰雪相伴 从冰雪的环环相扣相伴之下 感受生命的无数形态 绿水青山是金山银山 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 这是一场冰雪的狂欢 更是一场人与自然的对话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